有不少地方都是限制空拍机空拍的 尤其是机场 因为飞安理因素关系 不能够随意乱飞这个空拍机 不过您可以看到在昨天晚上 台中清泉钢机场的上空 闯入了一台空拍机 害得有一架 从香港飞台中的班机 是没有办法降落的 这个飞机在空中盘旋 在等待状况解除 不过却因为油料不足的关系 他们又先飞到高雄加油之后 又飞回台中降落 整整延误超过了两个小时 夜晚空拍机上的LED红色灯光 亮得很显眼 怎么会有空拍机飞路 有飞航管制的台中清泉钢机场 害得搬机造成延误 很无奈啊 对啊 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继续等不到 亲友空等两个多小时 就是接不到机 只因空拍无人机闯入机场空域 15号晚上9点 塔台发现有空拍机的红点 通知航站及航警 在清泉钢机场周边搜寻 就是没有找到空拍机的玩家 机场也因此关闭一个多小时 使得从香港飞回台中 等待降落的航班 在上空盘旋快要没油 只得飞到备用的 高雄小港机场加油 再飞回台中降落 糟糕我们从香港飞回来 在台湾的空中盘旋了两个小时 在空中绕 绕到没有油 我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 既然是什么你知道啊 说无人飞机干扰 这个叫国际化的机场吗 旅客简直气炸 因为空拍机延误航班降落 导致行程延宕两个多小时 到底是谁这么不应该 在机场大玩空拍机 还得追查厘清 记者台中报道